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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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問一下我現在的房子到底可不可以進場啊? 現在的房子進場正式時機啊 如果不進場的話你會會後悔啊 沒有工作可以買房嗎 沒有工作趕快找工作啊 你看過沒有工作可以吃飯的嗎 五月星九點為什麼好想買房可以嗎 兩萬三如果記得如果錯的話 你這個貸款啊五百萬啊是要換一萬五 這就是貸款買房嗎 貸款當然是要趕快買房啊 房價到底會不會跌啦 是等耶 不會跌不會 啊你怎麼都沒年了還在路呢 沒年了該日上來說三斤二對不對 五十三你怎麼會跌 蛤 要這樣趕上一支也可以嗎 蛤 你是幾歲啊 我現在明天還購得錯 我賺的薪水 哎呦你到底誰要賺啊 你到底誰要賺啊 你到底誰要賺啊 賺廠做時間換取空間 好 好 好 停 讓我喝一口水 大家好 我是黑白貢顏小穎 很榮幸的 在這邊 為大家第一次 做這個優生服務的一個 系列性的報導 那麼也很開心 各位觀眾能收看我們的節目 接下來我們會探討這個房產的問題 跟花媽這邊一起來做探討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花媽 很開心呢 在優生TV呢 跟大家做第一次的接觸 那我是高雄市民 花媽不是高雄市長 我是家長 那很開心呢 跟我們的顏小穎教授呢 一起來主持這個優生TV的節目 接下來呢 我們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 跟我們的生活大小事都有關係喔 如果線上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可以到我們的優主網去留言 我們將針對你的問題 來做一個深入的探討 那剛剛呢 一開始的節目 我發現有好多好多的記者喔 對我們的顏小穎教授 有很多關於房產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優主網 對 優主網它是一個高雄在地的一個網路平台 是的 我們這個平台公司 至今為止已經成立12年了 那我個人的這個房地產的這個銷售業務經驗 也超過24年 那優主網主要的服務對象 還有它的服務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還是大眾啦 希望說大眾呢 會有一個平台 就是專門針對房產的這個平台 去了解更多相關於所謂房產的這一個人事物的部分 所以我如果要買房子 只要在高雄區域要買房子的話 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訊息 各區的建案每一期新的都會有 喔都是新建案 對 中古屋有嗎 中古屋的話我們比較沒有服務 比較沒有服務中 那是屬於重建那一塊的 主要我們就是以新的房產為主 所以有新的地標新的建案 是的 我們要買新房子就到優主網去看就對了 沒錯 喔所以呢為什麼會邀請花媽 這個就是重點了 因為只要跟房子有關係 住在裡面的需要什麼 食 衣 住 行都跟家有關係 那花媽呢主要還是以料理為主嘛 那以料理為主呢相對的 吃 那住呢就是有主網 行呢就是跟我們所有的高雄地區的朋友 都是有關係 在地嘛 對 那我們現在是以高雄為主 搞不好以後我們會拓展到別的外形式 請問一下那個燕小穎教授 是 剛剛有人發問了 對 記者問說 未來的房價到底會跌還是會漲 其實在我個人的觀點來看 目前絕對是進場的最好時機 是嗎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目前高雄來講 有很多的重大建設 都在陸續陸續的完成 那麼陸續完成之後呢 勢必 一定會引進一攤的這一個觀光潮 那麼友人潮 就是陸客都不來了啊 其實陸客這個部分喔 是屬於這一個政治因素啦 那我相信這個是有解的 應該是在兩年後 這個問題就會有一個比較明朗化的一個 為什麼你這麼樂觀兩年後 那其實東西我們還沒有做好嘛 兩年後我們整個地區建設都已經完成了 之後呢自然他就有話題來營造了嘛 其實啊 我知道齁 我們顏小瑩教授跟花媽一樣 我們都是在地隔湧啦 所以我覺得隔湧這個地方呢 以前真的才有夠多 是 我們以前小學的時候整個拉馬帝啊 都是藏花 那時候還有美術館呢 對齁 喔 這時候美術館是很貴的耶 是 我記得這節差不多十幾當前 差不多一半不到十萬 十幾當前喔 要不然又不到十萬的喔 有七萬有八萬的 那時候真的是片地是大便啦 隨便講都有 隨便撿都有啦 對啦 是 這喔 片地是黃金耶 對對對 買一間房子我就很拚了耶 所以說我在這一個兩千年的時候齁 也就是二十年前 其實呢 我都開始會勸我身邊的朋友 這個房價的部分齁 還在個位數 能夠買耶 就趕快買 問題是也沒有錢買啊 拜託耶 那當前的房子 那主要的房子 有一陣十幾是連自備款都不用的 對 是真的嗎 啊你事實上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老同學那麼久了 你都不在想通知耶 我們同學裡面齁 有一個叫陳其中的人就有買了 買一年齊 他有在看節目嗎 你再說出來 我現在要告訴你 有很多人在問 就是說這一波 到底會跌還是會漲 因為齁這種東西是 見仁見智的部分 因為我那天齁 聽廣播節目 我在開車的時候 聽人家說 明年會更熱 所以今晚的緊張要入到 是 因為你如果還要注意的話 你每一年 都聽到有人說明年 對啊 對齁 我們兩千年說到今晚 結果呢 出價去兩倍至三倍 尤其是 台北 台北 高雄去兩倍至三倍 對 台北差不多四倍至五倍 如果以亞洲來說 亞洲的部分來看的話 上海 起十四倍 所有 東京 起五倍至六倍 對不對 你就不要說三倍喔 東南亞 譬如說外南 柬埔寨 馬來西亞 這都起三倍至四倍 對齁 我們不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他們這裡 是都在去怎樣 是在去怎樣 都在去怎樣 對啊 人就這麼多而已 你說真的齁 欸你這麼少指化呢 對 因為這一波的經濟齁 其實來講 跟之前的金融風暴有關係 金融風暴是怎樣呢 就是說 當初美國 美國 美國 次代危機嘛 是那個 信貸的部分出現危機 對 危機之後 美國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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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說的 要付借人的喔 他們就說的 這是他們說的 所謂的 貨幣寬鬆政策 貨幣寬鬆政策是怎樣 他們就說 我現在沒有錢嘛 因為我美國 你們全世界人都要依我為中 對不對 我不能倒啊 所以我要印籍先救我自己 對 那麼這個舉動是用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怎樣 錢整個變飽了 對啊 沒有價錢啊 錢就沒有價錢了 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一旦多 對不對 他就是 原本一百塊 你硬要把它變成 再升另外一張錢出來 那麼當然你原有的價值 要被稀釋百分之五十 對 這也就是造成就是 為什麼後面啊 2010年到2015年啊 有一波的房價有沒有 在飆漲的原因 最主要是在這裡 喔 那麼其實一直到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現在目前 為什麼要針對中國政策 進行一系列的制裁 因為現在看 中國他已經崛起了 對不對 那麼呢 我的貨幣 不能再印鈔票了 再印鈔票 全世界的秩序都亂掉了 都已經都亂掉了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對 那麼所以 這個部分呢 他就開始要採取什麼 對 中國的部分 做一個 經濟所謂的一個緊縮的政策 那麼其實我們來講的就是說 其實錢幣啊 是最不值錢的 這樣我就要買黃金 你說買黃金也是不可以啦 但是你不可能說 有沒有要買 你如果不去倒爛 一般是這樣 有的也說 我也有黃金存折啊 你也可以站在銀行就好了 對 對不對 你不需要說買 這種黃金的東西 放在家裡 什麼 例如說 家裡裡面的小孩 要嫁廚 房子 這個東西 因為是租善 資產的東西有沒有 它有兩種 對 第一種是土地 土地 土地 第二就是我們大的房子 土地 對不對 這兩種加起來叫什麼 叫做租善 租善 租善 年輕的就是要有租善 對 還有另外三個叫做不斗善 因為他不可以嘛 對 住在那裡 不斗善 所以你所有的物價 它會隨著你現在目前的經濟 在波動 但是唯一 收益的是什麼 就是不斗善 因為它會隨著它的部分 做所謂的增殖的東西 對 尤其是土地 在你一個城市 越開發越成熟的時候 那麼相對性的這一個價值 它開始就會體現在所謂的土地上面 那你的房子有沒有土地 有嘛 你說是土地在擠 不是房子在擠 對 叫做你是這樣說 買房子是在買財庭 不是在買那個經貨庭 你如果留在觀察來說 我們的房子是不是要交房子稅 對 要繳房屋稅 對 那你房屋稅講到50年之後 就不用繳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的房子以前就沒有價值 那個房子比較沒有價值 對 房子有價值 對 它跟你徵收到50年 我還堪用不知道 對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 它只能跟你說50年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50年的使用 這個小款的年限有沒有 還跟你後面的財款有關係 對 這是我們後面的月底有沒有 是 那待會兒就跟大家說 這樣啊 不過像現在 年輕的一個月薪22K 這樣買房子買得去 其實齁 你這個問題 在問齁 全世界都剛才一樣的問題 對 我們把這個問題攤開來講 對啊 薪水都不漲 然後什麼都漲 對 其實你看齁 我們現在歐洲國家 我們的亞洲國家 就對了 除了這個日本 跟這個香港 跟這個韓國 對 其實沒有幾個國家 現在 那孩子有沒有 可以領到23K 有的生計有沒有 連20K就沒有 你這樣 這樣 這樣是怎麼想我 這樣是怎麼想我 但是 我剛才說過 台六的房子 對 由這個五倍 起到十四倍 對 這裡 它的用的收入也是這樣 也是不變 生我 生分變管 收入不變 這樣是不是越來越艱苦過日 對 其實你也不能說 那是它的房子這麼高 對 那是因為說 我說 土地價值它變高了 因為有開發有建設 對不對 它相對的就會帶來 所謂的一些 所謂的經濟價值 那麼這些經濟價值 帶過來之後 當然它的房價的部分 當然就會一直往上墊高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說 不管說 你覺得它買不買得起 你買不起 就買小的 你買得起 就買大的 對不對 那問題是大小 都買不去 怎麼做出 其實齁 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說 現在 它現在想你 它買不去 所以它要欠錢 它要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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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欠錢